马可福音十六章九节到十五节 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 耶稣复活了 就先向摩大拉的玛利亚显现 耶稣从他身上曾赶出七个鬼 他去告诉那向来跟随耶稣的人 那时他们正哀痛哭泣 他们听见耶稣活了 被玛利亚看见 却是不幸 这事以后 门徒中间有两个人 往乡下去 走路的时候 耶稣变了形象向他们显现 他们就去告诉其余的门徒 其余的门徒也是不幸 后来十一个门徒作息的时候 耶稣向他们显现 责备他们不幸 心里干应 因为他们不幸那些在他复活以后 看见他的人 他又对他们说 你们往普天下去 传福音给万民听 让我们听从耶稣基督的教导 快马扬鞭 将福音传遍万般 让天下的人 永不与神的爱隔绝 祝福音传遍万般 祝福音乐 都不能不叫我们与身体爱的罪 世上没有任何事 就世上没有任何人 任何人能叫我们为身体爱的罪 不论是什么 不论是死 即现在你是我将来的事 都不能不叫我们与身体爱的罪 不论是天使 不论是将冲击 直到处于身体爱的罪 都不能不叫我们与身体爱的罪 不论是生 不论是死 即现在的事 或将来的事 都不能叫我们与身体爱的罪 无论是天使 无论是长冲准 只搞出的事 或地主的事 都不能叫我们与身体爱的罪 无论是天使 世上没有任何事 世上没有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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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叫我们与身体爱的罪 不论是生 不论是死 只是現在一時或將來一時 都不能將我們余生的愛割絕 無論是一時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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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時 都不能將我們余生的愛割絕 今天這個畫圖 真的沒想到還可以用這樣的一種方式來傳福音 用跳棋馬舞的方式 真的是讓我大開眼界